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看这一堆 这一堆是我春天的时候 我太太就买的 帮我买的 太太比较忘乎 我宅家她出去消费 然后这种消费 实际上都是帮我的频道在挣流量的 这种消费都是为了广大花有的福利 实际上 当然这个 所以我说她忘乎 帮到我很多 因为我自己都不愿意出去买 看这个 真的真的是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品种 这个是第二波花 刚来的时候稀稀拉拉的 开了几朵 然后通过我的精简 肥水充足 太震撼了 这第二波花 关键是她的花形 花色 是不是大家觉得有点像 二维来的骄傲 就是紫色骄傲 她的颜色 我觉得从屏幕上看 可能大家看不出来 我觉得她的那个饱和度 她的张力 颜色的张力 远远超过了那个紫色骄傲 她才是真正的紫色 紫色骄傲其实更偏蓝色 特别是夏天的花更偏蓝 我那个还没开 紫色骄傲第二波 它也能开 它叫什么 我拔出这个标签 昨天我就干这个活 你看英文名 它是2022年的新品种 美国Sweet Loss的 Wix Loss 就Wix是个公司 他们的一个新品种 可爱的蓝夫人 直接翻译 因为它没有中文资料 太新了 是吧 就是今年的新款品种 这样的品种 大家不要问我哪里买了 真的是 就是你在美国 肯定是能买到的 是吧 这个不是什么 什么中国的品种 不是什么日本的品种 在美国也有 但是真的要 要非常专业的花店 就专门经营这种 类型的花店 但是这种美国品种 那真的 只要四个玫瑰店 你肯定能找到的 你找不到 你问老板 叫他去进 他也能进到的 只是某一些零售商 没进而已 这款花 肯定能花 看这个 看老河写了这种牌子 红杏露台 英文名 抬头写了 老河不卖花 我就怕我在不断的 介绍花 不断的介绍花 别人拿我的视频 去做生意 所以我在写标签的时候 都是这么写 要么就是老河只在YouTube 我就把我自己毒死 我就不卖花 我就不做生意 我就不做国内市场 不像好莱坞啊 什么的 是吧 要去跪下 要去跪下挣钱 现在好莱坞也还硬气的啊 那个壮志林云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看 汤姆克鲁斯 好像也有所转变 这个 这个很一般 但这个还是一个比较 古老的品种啊 虽然样子很一般 但是它的花 真的你不修剪 它也不断的不断的在开 永远有花 而且永远有这个规模 飞水充足的情况下 迷你绝代佳人 绝代佳人很有名的一款 红玫瑰 这款是迷你绝代佳人 呵呵 作为越速应用啊 很不错 暗了 颜色暗沉了一点 花是 那新手种 真的是你不会修剪 没关系的 然后这一款 这一款呢 是我太太 买的时候 它是一个性粉色的 我说我不太喜欢 黄色月季嘛 买的时候 它不是黄色的 春花和夏花 完全是两种花 就双重轮格 你完全分辨不出来 是同一种花那种 还不是说偏性 偏性粉色 它是纯粉色 甚至是一种 是吧 然后夏天开出来 结果是这样的 这个新品种 但是它真的很包啊 这是夏花 三四十度 运输出来的花 有这样的程度啊 是吧 永远的琥珀 真的是永远的琥珀 是吧 用琥珀来形容它 我倒觉得很恰等 是吧 因为琥珀它也有颜色 偏红一点 或者偏黄一点 是吧 有变化在 琥珀的变化也是 也是非常 非常 然后再看一下 它快开 快开闪了 是吧 快开闪了 它红色运出来了 是吧 拍不出 是吧 这个时候就有点琥珀的感觉 所以这个花就不断地在变化 但是它 它有这 所有夏天的花 大家记住 如果产生这样的整体效果开花 一是你的修剪 二还要看它的品种 就是我们三四十度孕育的话 如果说它品种本身就是新生代谢 太快了 花期太短了 那你想它开一朵花 两天到三天就谢了 那后面的花包还没打开 那肯定就是撑持不起的 像这种状态 最先开的第一朵 也就是这个程度 是吧 那现在闪了而已 但是它已经成规模了 这个品种好的 然后就是我之前买的 我之前没敢买的 这一款 这些都是维克斯洛斯的品种 都是美国公司的 月光石 木石头 这款我说它长得像龙沙宝石 它的特性都跟和龙沙宝石一样的 春天的时候粉边边会更浓 是吧 然后大夏天温度高了 孕育出来的那个粉边边就没那么浓了 但还能有点看出来 它的包子形状和龙沙不一样 它是高背翘脚 龙沙是那种有点扭扣眼的感觉 但是它是一个灌木月季 然后当时我为什么没敢买 当时在苗圃里面就是它摆了二三十颗 全部都是白粉饼 那个去年的节目 去年还是前年的节目 反正那时候我就很喜欢这个花色 但是没敢买 然后这个是我 因为我没去买 我太太单独去了 你直接反正以颜值优先 买回来再说 我说这个你也买 结果 结果 看这个太阳底下冲冲水 虽然叶面很薄 也不够油亮 确实这样的品种容易白粉饼 但是到我家以后还是没关系的 所以这个品种 就是真的说雾蒙蒙的 或者阴雨交替的地方 是不要种 但是男家种没问题 特别是用了我的方法以后 那当然当然 你如果愿意打药 你在乌蒙蒙的 阴雨交替的地方是吧 种玫瑰种花嘛 杀菌剂打去 真的喜欢的品种 没办法 那就用药呗 我这样子呢 就是少用点药而已嘛 然后白纸莲也开了 哪款中国娃娃 这款 这款是只有那种低维护的威月 甚至可以叫超威月 因为它的花行就比冰山还小 当时买的时候 太太就远程跟我说要买这款 我说这个不是跟粉冰山一样的 她说你实际看到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实际看到以后 也觉得挺好看的 挺惊艳的 为什么 它的花形更精致一点嘛 然后它颜色 它的颜色会更纯粹的粉 粉冰山其实我觉得粉的有点惨白 特别是现在夏天的花 但是这个在三四十度孕育的花 它的粉真的 真的就很甜的感觉 是吧 那它这个型不好是因为 这是第二波花 第二次修剪 这个型很简单的 这个型也是你不会修剪 你就把它剪圆了就行了 没关系的 反正一波一波来 甚至你真的不会修剪 不剪 它也是不断在开花的 和前面那颗红的那个月束一样的 所以低维护月级在家里的 就是布局啊 是一定要占有一定的空间的 要不然你会很累 这颗也是一样的 红色的日光 但英文名也在上面 这个也是不断的在开 不断的在开 甚至都不用修剪的那个 这样就很省心了嘛 除了浇水就行了 除了浇水给肥就省心多了 我还有好几款那个特别好的迷你卫月啊 那个还有这款超卫月 这个还没开 其实这个我不做一个整体修剪啊 它一直在开的 这是因为我来了以后 第一次修剪 我给它整个构架 是吧 方向选好 几个阻力枝定位选好 是吧 做了一个很精细的修剪 以后我就一拨一拨割就行了 这款以后肯定会惊验到大家的 大家记住 小仙女啊 非常老的品种啊 非常古老的品种 这种话我不说 没有人会主动去买 就是你在花店看到你都不会买 但是但是我就告诉大家 我能把它种得很惊艳 这款很有 插花可以插很久 然后当时剪下来那波花 我插在花瓶里啊 就很有那种田园小碎花的风格 然后呢 插了很久 这款和红色的那个是一样的 甜蜜日光 甜蜜日光玉 它就是一个粉色一个红色 它它是同一个品种 说起来 也很好 也很会开花 可能是互相的哑变吧 哪个变哪个不知道 就是海潮之声 对 这款月季就是没病没灾的 叶子很健康的 又厚又有亮 这款月季我非常推荐北方种 就你们那边多伦多那边去种 就不要过三十度或者偶尔过一下 我们这儿都是四十摄氏度了 还潮之声 颜色很有饱和力 这款 这款春天的花都挡不住 春天的花都 就是挡不住晒 然后我说挡不住晒 是真的挡不住晒 叫什么样子 就是你在你浇水足够的情况下 它还是只有三天就散了 那是真不行 是吧 那很多人说某一个花 哎呀不行 三日散 真行还是假行 我们要看它的浇水 就是你一天当中 从头到尾就没缺过水的话 那你才能说 包括持续下来 你观察它 它是一周散了 还是半个月了 是吧 或者还是没缺水情况 也是三天四天就完蛋了 这个观察方向 一定是和浇水相结合的 你不要脱离开浇水去 判断 有时候人就你自己浇水没浇好 哎呀 这个品种不行 是吧 所以看老河的节目 还是很重要的 老河的话 肯定不会因为缺水 说它不行 是吧 你缺水的时候 龙沙宝石也撑不住的 看老河家那个龙沙墙 当时春天的尽头 是吧 一个多月 在将近两个月时间 前后加起来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在这个牡丹玫瑰的边上结束 那这个呢 就非常普通的那个古老的牡丹玫瑰 或者牡丹月脊 你只要去谷歌就行 而且它我真的不是什么很高深的花店买的 就是美国传统的五金店 具体是哪个我忘了 反正就五金店就有卖 花盆都还在啊 这个半地摘的 刚买的时候很矮啊 这个是我故意把它放到这个高度的 它的枝条很软 枝条非常软 然后下花小了很多 但还是有那种牡丹的韵味吧 是吧 春花更像 比牡丹还牡丹 所以种过月脊的人 真的很难再去爱什么牡丹 扫药 其他的花 其他的花 你按月脊的方法 肥水一样去种 是吧 用土各方面地摘什么的 原则上是一样的 真的一样的 是吧 你还省去了月脊的修剪 是吧 但是你只有那个一年 也就那么一点花 不会像月脊一样 你看我现在又第二波来了 是吧 这波完了 到时候正下 是吧 又第三波 是吧 到时候秋老虎 还有第四波 是吧 然后真正的秋花 是吧 第五波 很多的花都一年开上五波 在南加的话 那即便是在北方 那北方你别说波数少 我这么一说 大家觉得 哎呀 我加拿大就吃亏了 不会的 你加拿大一波花持续的时间 要比我长一倍啊 是吧 我这里能开半个月的话 在你那边就能开一个月 我这边能开三天的话 在你那边就是一单朵 就是一周起跳的 只要不缺水 而且花型更好 好 种花养花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